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今天就要來拿造一把水果跟自己的刀 那我們就歡迎我們今天的鐵掌 嗨 哈囉 嗨 哈囉 嗨 哈囉 這是拋彈殼吧 對 拋彈殼 我們今天是要拿我們台灣傳統打鐵園用的 飛氣鋼材 我們要拿這一根 這個是車子的軸心 車子的軸心 這個光敲柄就要敲很久了 對 我們要把它敲到這個厚度 那這三個裡面哪個最難 應該是這個 這個最難 因為這個最厚 而且它形狀不規則 那這個就是要打扁 又要打扁 對 這個是汽車的彈簧鋼板 這個最簡單 如果這個是難度100分的話 這個大概難度幾分 這個大概90分 這個呢 170分 因為它的外觀已經很平整了 我們每次最輕鬆都給誰 年紀最大 這個不好說嗎 沒有 我們不可以把傳統賣出肉 這次就是砍刀 等一下 這個後部有規定嗎 沒有規定 沒有規定 那我就用這個厚度 然後把它打扁這樣就好了 對對對 欸 那剛好啊 欸 我們第一個步驟 我們先把它加熱到適合鍛造的溫度 今天要做的這個刀型是 也有人叫西瓜砍刀 也有人叫西瓜砍刀 因為它前面長得有點像西瓜刀 那三個配料都一樣 我們要先想辦法把它打扁 打寬 接近我們的外觀 你們都經過打鐵撐的 這個燒紅大概要多久的時間 像這種材料燒紅 第一次大概要三到五分鐘 才會到達1100 我們有多久的時間可以拿 大概20秒 這個短喔 以一個正常人來講 可以用多久 大概半小時雞肉就會比較 可以超半小時 可以超半小時 我們等一下會用 瓦斯爐跟傳統打鐵店的碳爐 那個是用碳加熱的 對 碳爐的加熱效率很高 但是你看不到鐵現在的粉色 因為它埋在碳裡面 那那個比較吃驚豔 但是加熱效率很好喔 那瓦斯爐呢 加熱效率沒有那麼快 但是因為在裡面我們肉也看不到 鐵的顏色 那這個東西差很多 我們鍛造溫度本來是1500點 當你超過到鐵的溶點 是1525度 它就變液體 你刀子拿起來就不見了 那個東西雖然快 但是你要比較多經驗在上面 好那我們就準備 開始吧 開始 你覺得我真的拿來打欸 今天 這場 男人的對決 一定是由我 拿下這個 榮譽 我要成為 刀子將王 沒有我一槌狗 一定的事情 有的話 怕了兩槌 有的話 怕了兩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就是很硬 來啦看起來比較粗啊 他敲到很硬 你搞粗喔 你不用一球 扣你的農料農料 你現在是轉完了 阿球來了 台北啦 很久的回來啦 你還要再把他敲回去 敲不回去啦 他農料到我們進剛才就開掉了 然後裡面會有很多那個 沙桶放進去 嘿嘿 要重新開始了 有結實了 好 他這變得跟岩漿一樣耶 所以他裡面會有很多裂合 現在慢慢已經有一個 刀子的形狀出來了 他下面這邊 我打算把它敲得比較薄一點 做刀爛的地方 然後上面這邊就是刀背 對 對 你打的是最好的耶 因為 你看你的外端跟 刀背的厚度 是平均 刀刃的地方很明顯是薄的 那個裡面最強的 最強的 最強的可能 裁料太多了 你看已經打那麼長 你看他太遠的太厚 上次經歷過萬利協會 這次來打鐵店 真的是一群萬利很強的人耶 現在因為你們三位已經 把刀刃的地方都快完成了 那我覺得這樣的完整度已經算高了 那我們接下來鋼機要和另外一端了 大概這個位置切掉 我們這一側就拿去打刀柄 慢慢打延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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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會變這樣了 我打第一組的時候 就知道 我給它敲幾下 我發現它沒怎麼變 像我這個刀 有一些那種 敲得有點腳小 就是那個錘子 它沒有平的 對 根本就把它敲下去 你看我這個敲的就是 根本就沒有平 你這個丟在海邊 會很像一片石頭 先來看一下我們目前的進度 目前最好的是 火火刀背後薄度是很完整的 比較像刀 對 比較像刀 刀刃又很平 所以我們這些刀刃其實都還不夠 對 其實還不夠 但是沒關係 因為我們最後還會經過研磨的部分 我們用研磨再幫它修順就好了 這個概念就是 烤肉在煎香腸的時候 靠近探火的地方 它就會先焦掉 那刀就是這樣 最火的地方那邊 可能就會先融掉 你看它那個握把的地方還沒 但這邊已經 融掉了 神道打裝機 來了 來啦 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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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場應該會有一個學徒 然後鑽門幫是會 對 它以前學徒拿的話 那個是搭檔 一個副手 不會拿那麼小子 會拿後面那個大鎚 1 2 3 鎚刀柄的那個地方 沒有 1 等一下 超高 不要敲這裡 然後那個 大概一個我鎚的角度不動 你要高一點 你都是這樣子 我都是斜了 對對對 所以我的刀內會被你推抖 太多了 等一下 欸這個 速度快太多了吧 我再看你們鎚的那個鎚面 沒有很平均 要再趕快修回來 對 這不是打不準 我覺得這個耗用太多了 這不可能是一個人的工作 這個一定是兩人的工作 真的是1加1等於3 1加1等於3 好 如果打開的話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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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喔 現在要稍微把刀身 想辦法打到最 最不要用刀彎彎的這樣 你還在擔心你的尿不夠 你的刀裡面最大隻好不好 對啊怎麼敲一敲到裡面最長的隻 欸不要再麻煩 夠了 夠了喔 耶 你滾歪的啊 然後這邊是往這邊 這邊突這邊 你連快都可以了 好 好 完成了 時間到了嗎 時間到了嗎 時間到了啦 時間到了啦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要扣一半了 還在做完要扣一半 對 我們目前已經完成了我們 第一階段段照的部分 我原本以為我的打出來會最短 不含頭30公分 頭都已經切掉了之後還是最大把了 我們先用字來講評一下自己的刀好了 我覺得我完整度啊 平他們太多了 你看外型 一個凹一個凸的我都沒有 最愛你根本就是平的啊 你根本就是平的 你根本就是平的 你根本還能定凹 他是平的可是你有發現嗎 他已經變窄了 他沒有那麼的寬了 你這個是要做砍刀才去遲到 沒有我跟他講 我的原本旁邊的料都不是 我沒有時間去把它打平 對 我覺得要浪費最多時間 應該是我這一把 本來前面打得好好 前面這一把 過著看你們 頭直接融化了 還好不喊 喊頭就太強 他們真的很長欸 他們又長又粗欸 你就是要原型他喊多少料 沒有我們的料是一邊割料 你以為你的三分 三分之一用不到啊 一般我們在鍛造的時候 就是先看刀背 它的完整度 如果是要做一樣均厚的話 那就會看說有沒有在一個 直線上 像這個就是稍微有一點 左歪又歪 但是他 有一個點做得很漂亮 他至少 厚度都很平均 然後在這個地方也算很平均 以初次段照來講 很強欸 很強 鑰匙的很明顯就是 有人要做劍薄的感覺 故意的 很好啊 你看他這裡厚 慢慢有變薄 但是他並沒有說很順的薄到 最前端 所以這個劍薄做得沒有很漂亮 但是 鑰匙的這個刀刃做得很薄 我的線純就會拿 在意的是裡面 劍薄做得最漂亮 所以這邊是最後的地方 他幾乎是順順的過來 刀刃的地方 也算很平均的厚度 這三把刀各自平分是如何的 波波雖然 因為一開始的材料 是用彈簧鋼板 算最好打 但是因為他後面 完整度是最高的 所以這一階段 你的第一名會給波波 也會打五� 五磚 我這隻 刀子要叫什麼你知道嗎 五磚 我們後面還有加分 他後面加起來差不多 我們叫五磁九磚怎麼辦 其實裡面最難打的 應該是鑰匙的 因為鑰匙的那個炮彈 本來講 太機型了 我這隻 刀子要叫什麼你知道嗎 五磚 我們後面還有加分 他後面加起來差不多 我們叫五磁九磚怎麼辦 其實裡面最難打的 應該是鑰匙的 因為鑰匙的那個炮彈 本來講 太機型了 對 那雖然那個鑰匙打的 完整度 我覺得沒有像 蓋依這麼完整 但是因為蓋依剛剛 有個小型犯了一個失誤 可是這失誤 你們應該要幫他負擔一下 這失誤就是你們在聊天 造成他這個鋼匹 放在前面融掉 你知道我這把刀叫什麼名字嗎 他叫阿魯拉 鑰匙這邊是都沒有出現失誤啦 所以 鑰匙四分 蓋依這個階段就拿三分 我們後面還有兩個階段的評分喔 好 進入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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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磨 我們開始把我們的刀 修得滑順一點 你說 欸 我們已經開始了 好爽喔 我沒有辦法敲一整天 但我可以磨一整天 好了 我們已經完成我們第二階段 研磨階段 所以現在就請鐵掌再幫我們 鑑定鑑定 好 分數出來了 第一名就是後來居上的那個男人 有 這邊五分了 哇 好第二名齁 在這 咬石第三 講一下原因 蓋依很注重倒腳 你看他倒的都非常到位 前面到刀餅的尾端 他全部都倒的很好握 所以握起來不會搖手 刀餅的下緣啊 還有我們石子靠這個刀刃 他都有倒 我覺得完整度最高 耶 這個鑰匙的部分就是 傷到這個看皮的 傷得蠻多的 然後他細節也比較沒有處理的 這麼完善 那為什麼波波這次可以第二名呢 因為我覺得波波蠻厲害的 他在研磨的時候這個直線 他沒有做倒腳 這樣有他的剛性在 這看起來比較柔硬 他就是平的 這個平面要抓平齁 其實不容易 對 可是為什麼他不是第一名呢 因為我覺得可惜了一點 他的碳皮有傷到 可是一般我們在做刀是這樣的 如果碳皮要保留 就全部保留 這個鍛造產生的碳皮 那個東西可以隔絕鋼材跟鋼杞 所以他不會生鏽 這裡很會生鏽 那現在這個狀況呢就是 會生鏽 非常會生鏽 對 所以這個就是 4分 3分 5分 現在的總分是 我這邊8分 我9分 停 波波這麼強喔 我還是暫時領先 暫時領先 現在我們要準備做 最重要的步驟 要負除他的靈魂 就是要脆魂 燒到他的變態溫度 讓裡面的粒子 變成馬鐵扇鐵 我們在極速放在 熱熟底油裡面 讓他極速冷卻 把這個馬鐵扇鐵保留住 老人就會變硬了 那我們這裡有目前最高分的 波波 先 讓高火先讓我們知道 好這個地方 然後你末數10秒 7 8 好我們先一直拿起來看一下 有沒有 紅了!有沒有看到紅了 有沒有!好!直進 直進直出 要慢一點 直出 7進7出 那... 有沒有看到我們先換了 真的 好再直出 慢慢再直出 然後我們要讓 紅色的地方越來越寬 刀針的地方也有一點彈性 好拉出來就可以了 好可以脆活了 很漂亮對不對 很漂亮 好不要動喔不要動喔 撐住一下喔 先拿出來就有火了 先不要拿 好拿起來看一下 ガ啊 好... 好... 很有力氣 繼續喔 這個位置 好 可以可以aga 壓力很大 因為很熱 然後我都不想放ный taxi 去また撐一下 我們可能會把它顯 spec 有看到嗎 直進 撞了鞋子 撞起來了 沒有!漂亮 漂亮!漂亮! 他很壞 再來 好!拉出來就可以了 拉出來 好 放垂直x2 速度要快x2 下去 1 2 3 卡壞 下去了 哇! 喔!蓋伊德也很直 喔耶! 太好了 太好了!波波 我不是直的 你真的沒有辦法知道 我是說刀啊 鑰匙換你了 鑰匙 偏 爪還是偏右 來 下去 好!拉出來就可以了 然後拉出來 修一下我們看一下 可以了可以了 不會操我 沒了好不好 你看那幾個錯誤的動作 刀有可能會彎 芭油裡面的時候沒有垂直 它是那個有緊接腳 不是有飛踏 有差一點 有可能啦 固定啦 對 運氣不錯 好 真的是不錯沒有歪 喔 先選之人 好險好險 那我們閃神等一下查黃 就會像這種固埋 你可以握看看 這個是比較薄的 哇這個其實很薄耶 所以我們先纏完神 然後再來開封 才開封 纏完神最後我們來 然後再來測試 開完就測試 測試最重要的 功能性好不好 沒錯 哇手鞋真的很重 後面都穿過去了 所以我就握感也很重 你就可以開鬥 對啊 你就可以開鬥 所以這感覺 可能萌多啊 噓 One for all All for one 大家好 我們是 三劍客 阿烏拉 福利 股份 好我們現在刀子都已經 開封完成了 那我們接下來要測驗 看性能好不好 我們有準備三個關卡 做完之後 我會看整個刀子的狀況 看有沒有缺口 破損 掉掉 來做最後階段的評分 了解 那我們第一關 我們要來切這個日曆紙 看看能不能一刀直接到底 好 對好 我們來試一個 第一號選手準備好嗎 準備好了 一刀到底要划刀喔 要揮出去要有划刀 你可以用 偷試鋼嗎 你是不是 你叫我 你是不是 我 等一下 要小心 算是沒有到一刀啦 三分之一刀就下去了 好了 等一下 我再試一個 好看一點的 這就是要押 一刀就好了 這就是要押 這樣扶著 我可以啊 對啊 我只有一刀很順啊 可以可以可以 一刀 一刀 有 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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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一 我們第一關的鋒利度測試結束 其實你們三隻的鋒利度都蠻OK 因為幾乎都有一刀就到底 那它差別就差在蓋液的那一把刀比較厚 所以它刀刃刃比較大 相對它切起來會比較費力 基本上狀況都OK 差不多 對 那我們就進行第二關的話要砍竹子 竹子 那我們就來試看看 一般我們在砍是砍這個中間吧 有沒有 這樣 它砍了之後因為竹子的纖維是直的 你四十五度砍下去的時候 它會被迫會滑滅直 但是無所謂 這樣就要斷了 要斷就要小心喔 你不能再很用力的 這樣 小心翹就斷了 對 就這樣就好 來囉 阿娃拉測試 阿娃拉 你用寸進就會掉 喔 因為砍太現了喔 對 砍太現 我會順著竹子 你下去 對 要順著竹子 喔喔喔喔喔喔 快 快多了 快多了 好 可以啦 喔 怎麼不夠 喔 它好狠喔 很利耶 你這麼狠幹嘛 做得要狠 你怎麼敲那麼大烈啊 很利耶 有了 有了 欸 你們 你們真的很 我們比較 用力耶 我們比較長刀一點 豬大骨來了 那會不會崩掉喔 斷骨的阿娃拉 來了 你也差太多了吧 喔 好 再轉RU喔 阿娃拉 給他斷 喔 喔喔喔喔 這是斷耶 真的是阿娃拉耶 哇賽 果然他在這一關 實現出他的 駕駭刺這樣 對 還壯 我狠粒也是不趕快輸的 斷一下 還斷耶 耶 啊 你的招其實沒有啊 我沒事 完美完美 看我了...看我啊 這個肉還很多耶 你怎麼偏偏要抄毛皮的地方 他...這個要抄馬來這裡喔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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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看不出來 真的一歐未盡 那我們現在請鐵掌看一下 三位刀的順手度 蓋鋼這把刀其實蠻重的 它的重心有點偏 刀刃前端的地方 照理來講彈起來應該要有一點力量 那我們來試看看 其實是好砍的 你看我這樣擠刀這這麼粗就怪了 有沒有 是好砍的 是偏重一點 但是可能是我的肌肉量 沒有像三天克那麼大 NONONO我自己用也是覺得 來來來來這個我要打我了 劈柴跟果果都來講 是一把非常扎實的刀 撐得上這個就要砍刀 OK Yeah 太好了 接下來來測試鑰匙的速度 看起來狀況也都很好 剛剛它有經過一系列的砍底之後 那我現在拿起來我覺得它的重心 真的是很明顯比蓋衣的奶質還要輕很多 我會有什麼負擔哪一種 來試看看這個竹子 直接切碎 非常好 就是中小砍刀 但是它一樣可以做豬大骨也都非常的OK 鑽造蠻成功的刀 最後來測試 潑潑的 潑潑鋼板 其實我現在這樣拿我還沒砍齁 我感覺到潑潑這隻的重心 反而是三隻裡面最好的 一握起來就覺得好像是 右手手臂的衍生的感覺 試看看竹節的位置好了啦 好不好 好 重心手感真的很好 竹節因為真的很硬肉很厚 但是它砍完之後 刀子的狀況也非常完整 很成功的鍛造 漂亮 YES 經過一輪試砍 這三隻刀你看 三個人都用不同的材料 有用砲彈 然後有用彈簧鋼板 車的軸心 一連串這樣砍下來 其實看目前刀鋒狀況都很OK 都沒有問題 細項來講 憑這個刀鋒 熱處理這些 我都覺得分數是不一樣 但是我接下來就是要憑手感的部分 波波這隻手感真的是最好的 是很明顯就是真的比較好的 沒錯 所以真的無法感受 蓋翼這一隻啊 其實蠻明顯它前面 劍薄的地方 薄的地方沒有完全打出來 刀身的地方還很厚 看我們現在拿重心蠻前面的 我手指到這裡才平衡 正常應該會是在哪 不一定看個人習慣 我不能一天拿著它砍100隻橘子 但或許波波這隻我覺得我可以 然後鑰匙的刀呢 我覺得它剛好就是中庸的這個感覺 就是第一名就很明顯就是 五分 波波五分 謝謝謝謝謝謝 差一點點 如果我沒有磨皮的話 應該又五分啦 對 你這把刀真的是 我就真的五分欸 它真的是五分欸 然後這個第二名呢 我會給鑰匙 鑰匙是拿四分 這個就拿三分 我們一樣 所以你們加總下來是 十一分 你十一分 我十四分 波波十四分欸 他獎獎領先欸 那就是叫五分怎麼會不好 來來這隻叫我握一下 五分的手感 真的是好握 確實 真的是無話可說 就是很舒服的一把刀 恭喜你獲得了自己的一把刀 五分 他就要跟著我一輩子 今天三件客 體驗一整天的打鐵 覺得打鐵有什麼魅力嗎 其實我覺得打鐵本身是一個苦逼 因為它是累的 它是幸福的 但我覺得這個過程的魅力 是在於成平 就是你從一個車走 一個圓圓的一塊鐵 然後從斷照開始 你慢慢可以看到刀的感覺 然後載到後來的我 直到手把這一個繩子 纏上去之後 有靈魂的鐵 那鑰匙覺得呢 現在來之前就是很期待說 那個敲的感覺到底是什麼 就是爽一下 今天我就知道 超麻大 就想說這個我好像真的打 好像應該是它有沒有變形 反正捏一捏一捏一捏 結果它變形 沒錯 可是到後面變成是 這邊好不容易打陣子喔 翻過來 還有啊 前面覺得很難變形 但後面又變得很不變形 鳳鵬咧 我有什麼感想 我覺得這個就是累 可是我很享受它的成平 它變成這樣的時候 我想說我今天的累都值得 有感動的感動 對 就是那些累 看到它你就值得了 你就覺得想說 我怎麼可以把它打這樣子 拿起來就覺得 就是我的東西啊 而且我覺得過程好玩是 如果你沒有時間壓力的話 你可以慢慢把它 你可以慢慢修 如果一把刀給我 可能會想要弄一個 還蠻特別的形狀 可能設計什麼就一整天了 那我們也要問一下鐵掌 打鐵這個文化 正在慢慢的消失 甚至沒有辦法傳承 為什麼你會選擇 再回來做打鐵這件事情 最主要啦 是覺得這個文化 如果消失的蠻可惜的 那像我們回來之後 我們也不會看照 就是很傳統的工法 因為其實人一直在經過科技啊 鋼材什麼都是 包括這主題鍛造的技術上 都是 像我們開這個一次鍛造營 就類似間的活動 大概開了五年多了 疫情之前都開 那我覺得把這個傳統文化的製作過程 就是鍛造這個部分 讓有興趣的朋友啊 有興趣的學員知道 我覺得是很好的一件事 很多人對這個東西很陌生 對 一千多都很誇張 沒辦法想想 而且說真的真的是很燙 真的是蠻燙的 那個東西在敲的頭都會覺得 手都是熱的 對 所以我覺得 欸 把這種 你看 這麼hardcore的東西 讓人家親自去體驗 然後自己的刀自己做 自己讓它誕生出來 那個感覺我覺得是 花多少錢都買不到的 欸 那鐵掌也做了14年 那你覺得打鐵的魅力在哪裡 打鐵對我來講 有一個很大的意義就是 客人給我們的一個需求 我們可以從我們要的材料下去 變成他們要的東西的時候 當他們拿到手上 看到這把刀 就是我要 對 或者是 老闆你幫我做一支 砍柴刀 我要去那個露營 欸 做給他之後 他下一次再來 給你研磨的時候 老闆你的刀真的很好用 很好剖柴 你聽到那種東西 就會覺得 這就是我們要的啊 我們滿足這個客人的需求 好啦 今天非常感謝 千祥打鐵店的鐵掌 讓我們製作了自己的神兵力氣 我的阿烏拉 好重那個吧 好啦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 我會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楊蓋伊 波波 鑰師 鐵掌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掰掰